为什么鱼油会坐在一个胶囊里面 是因为它很臭 所以如果你没有很介意那个味道 因为的确它突然会做很大壳 有一些人是吞不下去太大壳了 那你咬破没关系 只是它真的很臭 你连刷牙都刷不掉 所以如果你不会很怕吞的话 你就用吞的吧 不然你跟人家讲话 人家就会发现 那个味道实在是有点有点可怕 大家好我是黄韵婷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鱼油 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吃鱼油 最主要就是我们需要是鱼油里面的DHA跟EPA 它是个很厉害的抗发炎物质 抗发炎这件事情 对痘痘患者就是它可以减少两种型痘痘 对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它就减少它的那个痒跟发作 脑神经的发炎可能就会智力比较容易退化啦 失智 心血管的发炎就是比较容易会有 心肌梗塞脑中风或者是肾脏病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身体越减少发炎是越好的 目前实证上已经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是有非常好的保护效果 年纪大然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甚至已经有胆固醇过高的人 补充鱼油是必须的 但是你说我目前没有这些危险因子 你可以这样想鱼油就是帮你 清晦咯同晦咯 它会帮你把血管那个血管壁的那些 坏的胆固醇给清掉 早期开始补充可以预防我未来产生心血管疾病 因为讲到鱼油 所以我们要先来讲一下脂肪酸 脂肪酸里面又有分成 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其实我们是应该要 越少摄取越好 当你摄取过多的时候 它会增加你的总胆固醇 尤其是坏的胆固醇就是LDL这个东西 动物性的油脂 猪油或者是鸡油等等 甚至鱼的油 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室温下它会是一个固态的形状的 像是棕榈油跟椰子油 也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呢 它又有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其实是必须脂肪酸 没有办法靠自己合成 它一定要用吃的方式 才有办法去摄取到这一个必须脂肪酸 最重要的就是Omega-3跟Omega-6 鱼油里面的DHA EPA 它就是属于Omega-3的这个成分 Omega-3当你摄取的足量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的三酸甘油脂下降 也可以让你的坏的胆固醇 尤其是LDL下降 LDL它是一种很小很小的胆固醇 我们的血管壁就是那个水管 你想想在水管里面很小很小的胆固醇 它就很容易卡管壁 那卡在管壁卡久了 那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小到无法通的时候 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 在脑部就是脑中风失智等等 那在肾脏就是慢性肾脏疾病 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Omega-3可以降低这些胆固醇 我们胆固醇大概有四种 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 好的跟坏的胆固醇 当然还有一些细小的我们今天不谈 当你吃了过多的糖分或者是你吃了过多的酒精跟油 我们的肝脏本身也会自己制造出三酸甘油脂 因为Omega-3会减少这个DGAT2 去抑制它转换成三酸甘油脂 你的三酸甘油脂下降 坏的胆固醇下降 你的总胆固醇也会跟着下降 其实大家仔细看鱼油里面它们不同的厂牌 应该也要写出来 它里面的成分DHA EPA的那个成分 当然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的 那越纯也是越好的 比较简单你去看一个东西纯不纯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看那个鱼油 有没有经营剔透 一天你吃进去的Omega-3要1克到4克 当你已经有三酸甘油脂高的人 就是2到4克 那如果我只是吃保养 我一天吃1克Omega-3这样就可以了 DHA EPA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例存在 所有的研究里面 他们并没有说它一定有一个黄金比例 你有吃到才是最重要 身体里面DHA跟EPA 它是都需要的东西 EPA它最重要 情绪 忧郁 睡眠的状况 加拿大的忧郁症治疗指引 它也已经建议EPA一天要吃1克以上 那DHA当然就是神经啊 神经的一些连结啊等等 只吃其中一个会稍微少了一点点 我们的确有患者是不喜欢吃保健食品 他想要靠天然的方式去摄取 你一天就是跟你的手掌一样 大跟厚的这样的鱼肉 才有办法去摄取到你一整天 所需要的大约是1克的Omega-3 但是因为鱼肉里面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环境毒害是比较多的 像多氯莲本 拱之类的一些重金属 大型鱼类它身上的累积会比较多 单纯吃鱼的话 要稍微胜选一下你的海鲜的来源 含有Omega-3最多的鱼 青鱼 沙丁鱼 鲑鱼 是从这些鱼里面摄取 比较容易提炼到比较高浓度的Omega-3 那我吃鱼油会不会造成热量上升 会不会变胖呢 你吃食物 食物会有额外的热量 比如说我吃鱼啊 甲壳类啊等等 这些东西它会有额外的热量 不过因为鱼油它的作用 它其实是把一堆鱼去精纯 把它那些油给提炼出来 越是属于Omega-3的成分是越多的 必须脂肪酸它不做热量的使用 所以不太会因为吃太多Omega-3 而造成热量爆表的问题 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是不是吃鱼油真的会容易出血呢 肾脏病的病人 或者是你心血管疾病 已经在吃阿斯皮林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那个通血路的药物 这几个研究在吃Omega-3 并且在服用这一些抗拧血药物 其实并不会延长它的出血时间 抗拧血药都没有吃的人 他的确会增加一点点出血的状况 所以如果再去做肠胃镜或者是手术浅 也会建议至少要停个五到七天左右 孕妇也不能说不能吃 是因为怕鱼油会增加你的出血的风险 对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出血状况 像我老大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我一样有吃每天一天一克的鱼油 怀孕的过程它有陆陆续续在出血 可能就不建议服用 但是如果说你是怀孕过程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怀孕本身也会让你的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会升高 那因为你怀孕 你有很多降胆固醇的药 你是不能吃的 那反而鱼油还是最安全的 只是剂量要调整 如果吃素没办法吃 那就是会改成吃藻油 但是藻油里面它主要是DHA 就EPA的成分就没有 胡桃 油菜籽跟亚麻仁 这些东西是植物性的Omega 3 它的代谢到后面会有DHA跟EPA嘛 所以还是可以吃得到EPA啦 刚讲的这些植物可能要多吃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跟营养素相关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咯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他也不怕 我们下次见 如果他赢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大家看